是一座拥有超过191年历史的二级皇家寺庙 它仍然保持着美丽的状态 寺庙内的神圣场所 是一座大圆塔和烤墨或烤道花园 这是泰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参观的另一个旅游景点 可以体验被水包围的各种植物的美丽和宁静 Kalmo是一座山峰层层地茧 四周悬崖峭壁环绕的人工山 它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植被和稀有树木 是几个重要佛教建筑的地基 包括Fraudet Cheddy Fraud Fatsabat神社 Wang Sal Song Lang John Sandwich Nielsen和Solarai Noi 该地区也是海龟和各种鱼类的家园 路过Portamon Bridge附近的游客 可以顺便拜佛供养海龟 Kalmo一词来源于梦雨中的Tom Mo 译为石块 只用石头砌成形似山的模拟山 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用木制玩具装饰花盆 作为园艺艺术形式的小型烤墨 另一种是建造在地面或池塘中间的大型烤墨 每座山峰高依次地茧 呈锥形 自Ryutaya时期以来 它们通常用于装饰寺庙和皇家花园 Prayera Wongsa Westwaravihaan寺 也被称为铁栅栏寺 获得了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奖的卓越奖 获得了国际赞誉 它在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的47个项目中 获得第一名 寺庙的主要景点是Frobormeset Chedi 其历史和文化意义值得一游 它很容易访问 所以不要错过参观的机会